就是这一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让这位在日本旅游的中国民众彻底心碎 不顾众人眼光直接在旅馆跪台 向这位台湾出身的旅馆员工大肆开呛 尽管台艺员工放低音量必谈台独议题 但早已被惹怒的中国游客持续跳针对峙 事后还在订防APP开骂曝光对方姓名 尽管微博上也有不少中国网友表示不认同 有人说没必要这样 也有人表示全世界除了中国官方 大家都知道台湾就是台湾 但近来基金人士越来越多 恐怕来自当局反复强调的这一句话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两岸人民血脉相连 血浓于水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庆祝十一国庆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晚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上致辞 谈及台湾大力坚称两岸血浓于水 强调坚决反台独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海南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悦 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 南华早报指出习近平显然是有意向总统 赖清德释放警告一位 干杯 中共国庆之际带领中共历代领导层大集合 习近平高喊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弃合 然而军演动和不断 两面守法恐怕令外界耐幸福 小新闻也好这么多